上的代价,一个少年的悔悟 真实故事改编,给迷途少年的警醒 如果不懂珍惜拥有的,自律学习 将来就要吃生活的苦 有一个18岁男孩,每天不好好上学 觉得上学又累又辛苦 在家总是熬夜玩游戏,不听父母劝告 有天跟父母吵架后,父亲离家 心想赚大钱给父母看 在外流浪参风露宿,受尽人情冷暖 最后去餐馆找工作 被老板嘲笑没学历,没经验,如何赚钱 他低着头请求老板给个机会 老板训斥他,父母辛苦赚钱 为他担忧,体会到了吗? 知道赚钱不容易了吧 他非常懊悔 跑回家后,发现爸爸到处寻找他 妈妈担心生病了 这时他才了解最爱他 不求回报的是父母 他非常后悔跟父母认错 真正了解到学习的重要 跟父母无条件的爱和包容 在一个小镇上,有一个18岁的男孩叫小明 小明从小成绩就不太好 上学总是心不在焉 觉得上学又累又辛苦 在家总是熬夜玩游戏 不听父母的好言劝告 总喜欢乱发脾气 有一天 小明和父母因为学业问题吵了一架 他一时冲动 父亲离家出走 他心想 既然父母不喜欢他 那他就去外面闯荡 赚大钱给父母看 让他们后悔 小明离家后 身上只带了几百块钱 他不知道该去哪里 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他只能在街上游荡 找地方睡觉 他饿了就吃路边摊的剩饭剩菜 渴了就喝自来水 小明在外流浪的日子并不好过 有一次 他饿得受不了 去一家餐馆要了点饭吃 老板看他身上脏兮兮的 就把他赶了出去 小明也曾经想过回家 但他又觉得自己丢不起脸 他想 既然已经离家出走了 就不能再回去了 小明在外流浪了一个星期 他身上的钱也花光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开始感到恐慌和绝望 有一天 小明走在路上 看到一家餐馆招聘员工 他鼓起勇气 走进去应聘 老板看他年纪轻轻 又没学历没经验 就嘲笑他 老板嘲笑他说 我们要的是大专生 你一个小孩子 哪里会赚钱 还不如回家好好读书 小明低着头 请求老板给他一个机会 老板看到小明的诚意 就答应让他试试 小明在餐馆里做起了洗碗工 他每天都要洗很多碗 工作很辛苦 但他知道 只有努力工作 才能赚钱养活自己 晚上 小明躺在床上 看着窗外明亮的星空 心里却越来越难受 他想起了父母对他的爱 想起了自己以前的任性和判意 他想起了爸爸妈妈每天辛苦工作 只为了给他一个好的生活 他想起了妈妈每天给他做早餐 爸爸每天接送他上下学 他想起了妈妈生病的时候 爸爸一边工作 还要照顾自己而累倒了 就为了让自己能安心好好读书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以前是多么不懂事 他以前总是觉得父母对他要求太多 总是想着逃离父母的管教 但现在他才明白父母对他的爱是多么伟大 他也想起了自己在外流浪的日子 他经历了无数的嘲笑比遗 也体会到了赚钱的艰辛 他终于明白 赚钱并不容易 需要付出很多劳动成果 他躺在床上 泪流满面 他对自己说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应该好好学习 不应该离家出走 辗转反侧 久久不能入睡 他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悔恨和想念 有一天 小明在街上看到了自己的父母 他看到父母脸上的皱纹 心里非常愧疚 他跑上前去 抱住父母 说 爸爸妈妈 对不起 我错了 父母抱着小明 说 我们一直在找你 担心你 你回来就好了 小明回到家后 每天很认真的学习 他知道 只有好好学习 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想要成功 就必须努力奋斗 只有付出辛勤的汗水 才能收获丰硕的果实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难免会犯错 无论犯了什么错误 都不要逃避 要勇敢地承担责任 只有这样 才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改正自己的缺点 小明因为不好好学习 离家疏走 在外流浪受尽嘲笑吃尽苦头 但他最终幡然悔悟 了解到学习的重要 下定决心改过 最后透过努力成绩也提升了 在生活中 我们也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 但只要我们不放弃 坚持不懈地努力 就一定能克服困难 取得成功